蝉蝉流水悠悠于山谷之间 虫鸣鸟叫不断回荡耳旁 放眼望去世外桃源般的景象 不仅让人不堪神醉 但更令人深深着迷的 是这里浑然天成的温泉资源 让人陷下疲惫身躯 沉浸在蒸腾缭绕的烟雾中 秉持着空间适人文 生活及情感交流的场域 创造空间与生活自然对话的 赖少宇设计师 这次将挑战有别于以往的设计 雕塑浓郁日式风情的私人度假汤屋 它是一个四十级平衡的毛费屋 那我们当初进来的时候 它是完全没有隔间的 屋主他希望说在室内 要有一个在户外泡汤的感觉 就是希望把这边当成一个 度假用的温泉汤屋 我从小生长在北投 所以我对北投有一个很深的连结 北投的这个特色就是 非常多日式的建筑物 然后也有很多的庭园 然后步道 所以我很想把这些设计元素 带到我们这个设计里面 打开这个大门一进来 除了看到大片的景致以外 我也希望说 鹰鹿眼帘是一个很强烈的日式产风感觉 所以我用了一个格栅的手法 两种对比颜色跳出的空间感 同样的这个格栅的手法 用在黑色的低天花的间接照明里面 呼应整个日式的设计 其实这边是一个度假用的温泉汤屋 设计上我希望它不要太复杂 因此在我们的休气区的这个立面上 我们希望简单留白 我们用了枯山水的这个想法 希望说枯山水的这个残风的意象 可以营造这个休气区的一个主体感 并且使用了一些原木的石木的桌板 来当做这个立面上的一个层板 未来业主可以在这上面摆制一些 他们喜爱的一个艺术品等等的 在玄关旁边就做了一个收纳柜 石木的块木来做的 它也散发了块木原味的香气 柜体上我们都用一种悬浮的方式来做 降低它的厚重感 由于业主他可能会带他的长辈家人来 注意的是老人家他在走的过程中 这些软石会不会造成他可能会踢到或跌倒 所以当初在规划这个步道的时候呢 我们其实做了一些放样的动作 让业主实际的来踩来走 那才能最符合他的一个人体的尺度 对于中岛和这个厨房来讲 业主的需求其实不高 他们可能泡完汤之后出来泡个茶 然后切些水果在那边使用 我是希望说厨房和中岛 它呈现的是一个比较背景的感觉 然后去强调出前面这个休息区的日式的风格 业主他有很明确说他需要两间汤屋 单独来泡汤或是他会带亲友来 所以我们必须因应说单独个人汤或是多人汤 然后规划说大小汤 既然我们整个案子是走比较日式 而且比较自然的感觉 在小汤屋的这个浴池的设计上 这个出水口好像从岩石缝隙中冒出来的温泉的这个概念 希望营造出一个瀑布出水的感觉 就好像在大自然的岩石里面一样 因此我们就使用石皮板来营造这个大自然的这个氛围 大汤屋这边就做一个快木石木日式的出水口 当初也跟业主做了一些讨论 他也给我们一些想法 不要用钉子或螺丝造成未来可能会有腐蚀或是生锈的情形发生 因此我们这个日式出水口都是使用笋接的方式来做这个日式出水口 运用这样子的传统的方式来做也会增添比较多的这个趣味性 业主当初他指定名石子作为汤屋的墙面的材料 所以因此我在规划上的时候也建议业主说 连浴池我们也使用名石子 来达到一个比较整体性的风格的呈现 本来业主都有希望说是不是贴大理石或是瓷砖常用的材料 以往的经验中使用大理石或是瓷砖有可能在未来的使用上会导致会有白滑的现象产生 也因为这个原因也建议说我们浴池一样的使用这个名石子来试作 避免说以后会有土白的现象产生 在规划上呢我就建议说小汤屋我们使用本色灰色的这个名石子 那大汤屋由于空间比较大 所以我们使用灰底的黑色名石子呈现一个不同的一个感觉 一开始业主跟我们说的 他进到室内要像在户外的感觉 所以我还是把户外的这个景观石带进这个设计里面 那业主本身他也很喜欢块木 所以我们就结合了用块木的这个桌板 跟原石的这个洗手锅来作为这整个洗手台的一个元素 在载重上其实要非常的注意 因为我们使用的材料都是最自然的这个原石 一颗原石的重量是一吨左右 因此当初我们在规划的时候呢 我们甚至请食材厂商还有结构技师 帮我们计算这个重量之后 把后面的这个石头去把它挖空 来符合我们整个建筑物它的能承受的承载力道 我们一开始在选择木头的材料的时候 业主他本身是想要用幼木 我就跟业主建议说不然我们使用块木 因为块木相对于其他木种它是非常稳定的 它在物理性上面比较不容易因为 汤屋的湿气或是环境的一个温度的变化 导致它会产生比较大的形变 所以因此我们使用块木来作为这整个案子的一个材料 在这汤屋的设计上我们必须要去克服的是 业主不希望我们使用太多的武器零件 工法上那尽量都是使用笋接的模式来做这个石木的架构 不管是格杂或是其他天花板的这个架构 在笋接的这个部分我们也研究了许多的工法 来尽量避免甚至克服说它会产生变形的情况发生 由于业主他一开始就跟我们提了 温泉它可能会造成很多五金、铁件的腐蚀、袖石 所以他跟我们说他不希望太多的五金零件在这个地方 后来我们就用一个最传统最原始的手法 原木的钩子去勾住这个门栓 所以他也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趣味 在一般的设计机装潢中使用螺丝这件事情或是五金啊 是很常见的 因此我们要怎么样把这些材料再不使用五金配件去把它结合在一起 我们花了蛮多的时间跟厂商去讨论最后的呈现 跟我们原本预期的效果是有达到的 所以当然是很开心 生活可以很朴质也可以很甜饰 在赖少宇设计师用心倾听屋主需求后 页面巨道的唐屋设计为屋主带来远离沉销的静谧之美 在一片隐隐风光中 沐浴在浓郁快木箱与得天独厚的温泉中 享受如咸云野鹤般的生活 想看更多赖少宇设计师的精彩设计 请上网搜寻设计家